首先 川普会吹嘘过去一年美国经济表现 他的税改大计 去年底通过国会表决 这是一个世代以来美国最大幅度的减税 企业和个人都将受贿 川普可能会说美国经济成长 股市上扬以及失业率下降 都是税改的功劳 移民政策辩论是观察焦点之一 两党立场南辕北撤 川普可能利用这个最多美国人观看的场合 再次向民主党丢出交换条件 届时所有摄影镜头应该都会锁定20多位 带着所谓追梦人到场聆听的民主党议员 这不是川普第一次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去年2月也有过一次 当时他让人眼睛一亮 他从头到尾没有脱稿 而且看起来真有点总统的样子 不过短短几天之后 他就固态赴盟 上推特指控欧巴马政府在总统大选期间窃听他的电话 有一个议题应该不太可能出现在今天的国情咨文中 就是川普上任以来就如影随形的通俄门 他如果提那会让人很意外 不过他也不会是第一个 1974年尼克森在他的国情咨文中 呼吁国会终结水门案调查 按照传统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之后 在野党要推派代表回应 今年这个任务落在甘乃迪家族身上 罗伯甘乃迪的孙子约瑟夫甘乃迪三世 却凭重选 中央记者夏明珠在台北报道